走到哪里KISS就到哪里 南部地区大众广播KISS99.9 KISS专属APP行动接收 官网线上收听 TripleW加KISS.com加7加VU 跟你KISS KISS Radio 余月龙门云新年 KISS Radio 新春特别节目 龙斩乾坤 群星赫穗 KISS 新DJ KISS Radio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皮雅 吴贝雅 真的非常开心 过年期间呢 能够在空中陪伴大家 我个人呢 也是走一个 就是你知道过年啊 然后因为我是高雄人 所以听到KISS Radio 就会特别的有一种 思念的感觉 有一种温暖熟悉的感觉 没有错 所以在这个过年期间呢 不只人在高雄 我也在高雄的空中 陪伴大家 我觉得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哎呀 真是开心 所以今天也想要跟大家 分享一些自己的作品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别人的一些歌曲 其实讲到过年 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这种经历 我想大家都有啦 就是说 有时候啊 我们去一些场合 可能会遇到一些亲戚啊 或是很久不见的朋友啊 然后可能会问你说 哎呀你最近 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啊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 什么时候要交男朋友啊 那怎么单身那么久啊 什么的 很多这种 让你觉得 理智线很容易断裂的这个 不管是亲戚的攻击啊 亲朋好友的这个 过度的关爱 在这个过年期间 通常都很容易发生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其实是一记强心针 这个歌手的名称叫做 魏公子 光这个名字一听 你就会觉得很想要 魏公子吃饼 这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歌手 那刚好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帮他制作了他的第一张EP 名称就叫做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对 那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站在一个 调侃自己的这个角度 就是说 啊 别想去啦 这种事情 找到知道了啦 对不对 你今天要回娘家 要去什么 亲戚 看外婆 什么娃哥的 多多少少一定都会遇到一些 令你不愉快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 这种事情 我都知道了 我找到知道了 不用怕了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微笑带过就好了 那如果还是觉得真的 光是想象就觉得有一点生气啊 或是有点不是很想回应啊 或什么的 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 就不要去参加了啦 直接出去玩啦 我其实也跟我妈妈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要是一直被问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真的是有够麻烦 我妈就说 好 以后我们就 过年就一起出国吧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我真的很爱我妈 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家 我们来听这首魏公子的歌曲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新的一年继续让Kiss Radio陪你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屁亚无备亚 各位Kiss Radio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屁亚无备亚 我是一个弹唱创作歌手 然后我之前有发行过一些 中文的专辑 也有台语的专辑 然后也有这个日文的专辑 哎呦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救灾间 自己说 好来 过年是要开开心心嘛 对没有错 所以呢 今年屁亚呢 也是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每年都在做有趣的事情啦 这特别强调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下 我今年想要干嘛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去年开始呢 做了一个叫做特务的project 就是说呢 大家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 你突然发现 你其实是一个特务这件事 但是我们这样讲好像很严肃 其实特务这件事情呢 有点像是斜杠角色 因为特务它就是可以成为任何人嘛 比方说 你既是一个妈妈 你有可能是妈妈的女儿 你有可能是别人的老师 你有可能是别人的老婆 对 甚至你有可能是别人的上司 对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很斜杠 具有很多身份 那这件事情跟特务 其实很有关系 所以呢 那时候我在发想说 因为屁亚长年以来都是弹吉他 然后一个非常清新的形象啊 歌曲也非常的欢乐 我就想说应该要为自己挖掘一些新的形象 其实我本人也蛮斜杠的 怎么说呢 我除了是创作歌手之外呢 我也是一家自己的唱片公司的老板 是不是很斜杠 对 那我同时也是我们家里面最大的女儿 那也是最大的姐姐 就是自己也拥有了很多身份 对 那之前呢也曾经成为别人的老婆 对 却变成前任了 对 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养分啊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个特务project 那这个project其实到去年进行到第三部曲 那今天想要先介绍这首歌叫做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相信爱 这歌名非常的长 所以大家只要记得五个字就好 蹦蹦蹦蹦蹦 好 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这个跟新年放鞭炮一样 这个一过除夕呢 就开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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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这首歌 有点动感 跟过去的屁牙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个屁牙的新计划 这首歌曲是 吴备亚 屁牙的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相信爱 原来永恒 就存在 一瞬之间 分分开 并且无法 避免的重担 当平常就能成为 美好画面 我的春天 全力护开昨天 有一种感觉 承受穿心脏的思念 我不是错觉 我们的过去 真的流淌着鲜血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相信爱 你以为逃离爱 就能够逃离互相伤害 无法再重来 无法再重来 剩下情感参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相信爱 因为爱 就存在 一年之间 但爱想的 心动是 没什么分别 要转手 它好让你 记得我是谁 没有缺恋 让我离开昨天 有一种感觉 像舍船心脏的思念 它不是错觉 我们的过去 真的流淌着鲜血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相信爱 你以为逃离爱 就能够逃离互相伤害 不该毁灭 你眼中 那炙热的爱 是宇宙 还是海 是山楼 是梦 在执着 都委屈 都没有用 没有谁能逃走 不如陪我一起牺牲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 相信爱 你以为逃离爱 就能够逃离 不想伤害 你让我相信爱 又让我放弃 相信爱 你无法逃离爱 也无法逃离 不想伤害 刚才跟大家提到 这个特务project 其实呢 我原先就是想说 我要做四部曲了 那去年做了三部曲 这是第一部 刚刚大家听到的 这个就是前两部的主题曲 就是大家先知道说 诶 皮亚的特务的感觉 是什么呢 就是蹦蹦蹦蹦蹦 真的很帅气 有点动感的 跟以往的我不太一样 然后也有另外一面的皮亚 这样子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 比较 比较派一点 我们用台语解释的话 派用啦 比较凶狠一点 但是 其实它又是一首 悲伤的歌曲 那但是 这四部曲 总不能一直都很悲伤吧 虽然我们常常看电影 都会发现 特务的故事 通常背后 都有一段 沉重的过往 但是 这并不是 我完全的主题 这四部曲 其实我想要让大家感受到的是 虽然说特务 它可能 过去也好 或是 自己的生活中 也有一些沉重的过往 也好 或者是说 你正在发生一些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或是不顺心的这些 生活的一些小细节 但是呢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 很明亮的啦 或者是你遇到一些 比较drama一点的东西 或是稍微轻快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 我这个计划 不能全部都做这种 很沉重啊 然后一直开枪 蹦蹦蹦 这样 就会不太好 所以我就在第三部曲呢 做了一个变化 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歌曲 叫做 雨下起来 这首歌曲很特别的是 我邀请到 一个非常新锐的rapper 叫做Sobie 他今年应该要满19岁了 没有错 如此的年轻 就算满19岁 还是很年轻 还有这个 我们一起拍MV的 这个好伙伴 这是我的非常好的前辈 陈翰点 点歌 他这次饰演的是一个 非常帅气的特务 这样 然后他的代号叫做 H 没有错 因为他是Hack 所以他代号是H 所以PR的代号是什么吗 没错 就是P 所以代号P跟代号H 在这个 雨下起来 这首歌的MV里面呢 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决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这首歌的MV 我想在过年期间 就是用一些 比较轻快的歌曲 就是跟大家分享 一定是一件 非常适合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是 合家欢乐 然后看一个很有趣的 特务故事 这样 我觉得是一个 很幸福的画面 所以说 这主题听起来 好像略显沉重 但是各位 真的很精彩 好不好 向大家保证 去看一下 雨下起来 我们先听歌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首歌有多勤快 这首歌曲就是 屁呀 五倍呀 以及 Sobie一起 Fit的歌曲 叫做 雨下起来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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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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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写的时候 然后在制作的时候 在录音的时候 在最后听成品的时候 我记得他好像都 蛮多次就是有落泪 就是蛮有感触这样子 我自己也很能够感同身受 所以希望可以在过年期间 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李高迷 然后也希望大家 在这个小年夜也好 除夕或是过年的任何一天 真的可以好好的 跟自己的家人相聚 跟自己的家人相聚 这首歌曲是来自 曾丽星的李高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创作歌手Pia 吴贝亚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 这首歌是 前年了 糟糕 就是制作的一位 算是刚开始发片的歌手 他的名字叫做伊凡 伊是小鸟伊人的伊 一个人字旁 然后伊府的伊 凡就是平凡的凡 那他在大概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发行了第一张自己的单曲 这首歌叫做《最后一页》 他其实是一首 女生在情感当中 感受到自己牺牲的部分 妥协的部分 但是最后选择做自己 然后洒脱的切割掉 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那样子的态度的歌曲 那时候在帮他写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的想法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男女生都是啦 就是说人啊 只要在感情上 不管是哪一种情谊 我们不要说只有感情面 比方说你跟家人之间的感情 你跟工作伙伴之间的感情 你跟朋友之间的感情 甚至伴侣之间的感情 甚至前任之间的感情 就是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 而且很复杂的情绪 那人要切割掉一段 曾经有过的情感 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很努力 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最后送这首歌给大家 其实也希望 新年新希望啊 就是带给大家一些勇气 就是说假设你已经感受到 你的身边或是你自己身上 已经开始发生一些 你觉得不对劲 他必须要被停止 或者是他不需要再继续的事情 这样子的情绪会继续影响着你的话 一定要勇敢的把它切掉 因为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对我们为了让新的要来 旧的要先拜拜 好不好 所以包含这个 大家健康啊也是 该减肥的要减啊 不过过年期间 就是说 大家当然是滑一点后 最重要 但是就是也不要太over 就是太过活 大家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新年这样 那希望新年过完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有好的勇气 新的勇气 面对接下来的新生活 把不好的割掉 丢掉 送上这首伊凡的最后一页 我是皮亚乌贝亚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金银财宝 龙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